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此 李孟林在母亲悉心喝户下长到十八岁 因其口吃 平时多被人嘲笑 小伙子还嘴不行 因为越急便越说不出话 后面索性不予理会 不理会原本是无奈之举 不料尽因此又落了 各窝囊怯弱之名声 意气长大的人提起他都摇头大笑 不是嘲笑 胜死嘲笑 小伙子怎么办 只能用读书去排解心中反忧 朋友不多 也极少出门 眼看儿子已然十八岁 母亲臣氏 着急为妻娶妻 虽然家境尚算可以 但因有口吃毛病 欲找门当户对之妻颇为不易 陈氏交际之下 四处脱媒婆说亲 正是因为如此 惹到了别村一个泼皮 同时也为李孟林惹出了无望之灾 一 心情愿好事将成 气不奋 泼皮实际 陈氏为儿子娶妻之事着急 正中媒婆们吓坏 她们只图没力 并不管男女双方般不般配 且有些媒婆生有一张利嘴 两方相瞒 往往酿成悲剧 老夫少妻 妻叫肤惨之事 偶尝发生 可怜一些姑娘们 因婚前不曾见过夫君之面 带到洞房花烛之夜 盖头被挑开 夫君是高是矮 是丑是俊全靠运气 四里孟林这般之人 是媒婆们最喜欢宝媒的类型之一 首先她年轻 正值婚配之年 然后她家境和长乡尚算可以 唯一的缺点就是口吃 只要李家降低标准 他们在宝媒时加以隐瞒 这份媒利钱很容易赚到 很快 便有媒婆为李孟林说了一个正姓姑娘 姑娘名唤正韵儿 家中长女 下面尚有两个弟弟 一个妹妹 家境贫寒 由于正韵儿家所住村子 距离李孟林家有些距离 郑家并不知李孟林口吃之事 媒婆当然也不会告知 只把李孟林夸得人间少有 天上不屑 郑家心中疑惑 家境颇好 且正值婚配之年 缘何会迟迟不娶 媒婆随便变了个理由 便搪测过去 郑家遂答应下来 李家这边 李府和陈氏借着上相的机会 让媒婆偷偷带正韵儿出来 老两口一看便大为开心 人家姑娘唱得挺好 勤劳能持家 以后进入他们李家也不会错 两相同意 媒婆大喜 急于为二人成就好事 李孟林没有意见 他朋友不多 生情木讷 平时也是孤独寂寞 且自己已经到了婚配之年 男大荡渠 女大荡驾 自己有什么反对的 郑月儿也没有什么意见 加上有媒婆在中间穿针引线 眼看这件事便要得逞 媒婆和李家之人并不知道 郑月儿一直被人纠缠 听闻郑月儿要嫁到李家 惹恼了此纠缠之人 一直纠缠郑月儿的人名叫孟宝 此人是个泼皮无赖 平时不是生产 家中日子过得极为贫困 但是孟宝就过郑月儿的命 两年之前 郑月儿去田中给父亲送饭 田地中遇到一头鲸驴 鲸驴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一头受到惊吓的驴 驴一旦受到惊吓 便会发疯一样乱跑乱撞 此驴原本跟随主人在田中干活 因主人脾气暴躁 频繁用鞭子抽打 惹得此驴发怒而惊 奔跑不停 已经撞倒了两个人 可怜郑月儿只是行自己的路 却遇到这种倒霉事 这头鲸驴在路上对着他 直直冲去 他一个姑娘家 当场便吓得站立不动 忘却了如何去躲避 郑父在田地中远远望见 提着东西欲赶来救女儿 可距离太远 远水难救进火 千军一发之际 恰好路过的孟宝大喝一声 伸手抓住鲸驴踪毛 驴突然受制 踢跳着原地转圈 这孟宝平时不是生产 因为其经常打架 练就了一身肌肉 此时他也发了横 跟驴叫上了劲 驴越是挣扎 他便抓得越近 一人一驴 在正人面前 撕斗不休 整整半炷香的功夫 驴中被降服下来 卧在地上不再动弹 孟宝靠一人之力 降服降驴 自然受到了众人夸赞 孟宝不以为然 本欲马上离开 不料转脸看到正韵儿长想 顿时惊畏天人 他不走了 摇头晃脑 说自己救了正人一命 所以正家得感谢自己 他说的是事实 假如不是他在危急时刻拉住驴 一旦驴撞上正韵儿 他不死也得受重伤 郑夫心中自然感激 活也不干了 拉着孟宝去家里 要好酒好菜招待 此正中孟宝吓怀 他跟着正家妇女儿去 好吃好喝后离开 此后更是经常去正家 他的意思正家明白 这是看上了人家正人 可当时正韵儿年方十六 且正家并不喜欢孟宝 故正家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假装不知道孟宝心思 久而久之 孟宝自己憋不住了 就告诉政府 说自己看上了正人 求政府同意下来 政府一口回绝 正人心中感激孟宝救过自己 但要让他嫁给此人 他是断然不会答应 孟宝这边是烧火棍一头热 但他没有放弃 一直纠缠不休 正家因聚其性子 一直也不敢驱赶 正家认为 假如正韵儿嫁给李孟宝 那便是断了孟宝念想 此后他也不会再心纠缠 可正家低估了孟宝的决心 更加低估了他得知正韵儿要嫁人时的愤怒 孟宝都喜欢了正韵儿两年了 岂能拱手让给别人 正家那边他不能直接去威胁 那样会惹得正韵儿更加不喜 自己这好事更加难成 所以孟宝竟想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主意 这天吃过晚饭 李家来了一个汉子 脸上带有焦急神色 说有要警示告诉李孟宁 此汉子就是孟宝 他告诉李孟宁 说自己是正韵儿堂哥 正韵儿约他速到一处地方见面 李孟宁县的神色焦急 加上他说的严肃 就相信了他 跟着他出门而去 按照李孟宁的想法 正韵儿此时与自己见面 可能是要说一些订婚成婚之事 他可万万没想到这是一计 他跟着孟宝到了一处大宅外面停下 李孟宁觉得奇怪 既然是见面 为何在别人家院子外 正语发问 发现身边的孟宝不见了踪影 同时院子里突然传出吵闹声 还有不少人向他这边奔来 边跑边喊着抓贼 李孟宁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便被人团团围住 说他是偷窃之贼 他想要分辨 可张嘴结舌 就是说不出话来 急得满脸通红 那帮人献他不但不承认 还欲要辩解 不由得更加恼怒 围着他便欲痛打 正在此时 刚才消失的孟宝突然带着几个人出现 嘴里喊着李孟宁哥哥 休要惊慌 并且对微拢过来之人大打出手 那些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脸茫然的李孟宁 被孟宝等人带走 一路奔逃进了黑暗的庄稼地中 李孟宁并不知道 这些都是孟宝之计 大祸已惊奔他而来 二 蒙人屈孟宁被抓 真相出得已回家 李孟宁满脑子莫名其妙 跟着孟宝等人奔逃 快到家中时 孟宝一众人离开 只剩下他一个人 带着满腹疑惑回转家中 家里 父亲和母亲病没有睡着 他们得知 儿子被一个陌生人叫走 而且陌生人说是正月儿的堂哥 他们也想知道 正月儿为何要与儿子见面 所以一直等着 见儿子回来 母亲尘世开口询问 李孟宁结结巴巴说不清楚 听得老两口一头雾水 什么盗窃 什么大宅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问了半天未果 两人只能作罢 只要确定 他们认准的儿媳妇没出事 这便够了 一家人各自休息 天刚亮时 家中就闯进来了帮官差 嘴里喊着抓窃贼 二话不说 便捆绑了李孟宁 李孟和陈氏 目瞪口袋 窃贼和自己儿子 有什么关系 他们养大的儿子 又岂能不知秉性 虽然儿子性子目呢 而且口吃 但心地善良 孝顺老实 岂能干出行窃之事 这帮人莫不是搞错了 人家没有搞错 师姐之家报了官 当时他们清楚听到贼人喊李孟林 而且他有口吃的特征 人家很容易便找到此处 想要辩解也可以 去堂上辩解 可怜李孟林莫名其妙成为了窃贼 被一众官差带走 徒留下惊慌和不知所措的父母 在家中面面相去 李孟林被抓 自然要过堂 虽然昨夜黑暗 可是前美家里众多人 还是认出了他 认定他就是贼人嘴里的 哥哥 换句话说 也就是贼人的偷灵 他需要交出偷窃之物 以及找出另外的同伙 李孟林欲哭无泪 他根本没有偷窃 弹劾交出赃物 他根本不认识那些人 又怎么找出这些所谓的同伙 但他的话默认相信 反而让人感觉是在伪装 他越是焦急便越是说不出话 只能用血来回答 见他书写漂亮 似乎不像个窃贼 了解他的家境后 则更认为不可能 可是人家只认在先 只能将其先行关押 按照他所说的线索去查 可怜的小伙子 直到现在仍然不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自己已经莫名其妙 成为了窃贼 去查的人很快便回来 郑云儿父亲是独子 所以郑日儿也不可能有什么堂兄弟 李孟林分明在说谎 小伙子当然不会认 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由于有人去郑家询问 所以郑家也知道了 李孟林因为偷窃被抓一事 郑家开始有反悔之心 李孟和陈氏急得团团转 他们当然相信儿子 就算是天塌下来 他们也不相信儿子会究极人形偷窃之事 这件事里面有猫腻 明明知道不对劲 李孟开始寻找那天找儿子之人 但这谈何容易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月 郑家对媒婆提出了反悔之意 李家无可奈何之计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李孟林偷窃之事 一直没有结果 师窃之家盯得紧 而李孟林却不认罪 同时官差也并没有放弃此事 他们感觉李孟林似有冤枉 却又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事 只能从师窃之物入手 凡是偷窃 必定是为了钱财 而偷走的财物就需要变现 另外他们偷走的钱也需要花出去 所以从师窃之物入手也是个方法 负责此事的是一对姓张的兄弟 他们二人查了两月未过 心中烦闷之下 外出吃酒 却突然听到外面有吵闹和打斗之声 两兄弟出去一看 发现是几个赌徒 这帮人因为赌博而起了冲突 正欲殴打一个汉子 这汉子输了钱 身上明明有值钱之物 却并不交出 这惹恼了赢的人 所以要抢 一番争执下来 汉子身上值钱之物 被那帮人抢过去 这引起了张姓兄弟二人的注意 这些人所抢之物是个手镯 而两个月前 李孟林盗窃之事 失窃之物中便有此物 两兄弟也不声张 带到众人散去 两兄弟分头行动 张大跟上了书前的汉子 张二则跟着那帮人 将手镯给熟了回来 跟着汉子的张大剑 此人进入一个破旧的院子 他没有急着抓人 而是记下地方后 转身回去 次日天亮 兄弟二人先拿着手镯 许了失窃之家长辨认 人家一眼辨认出 正是两个月前被窃之物 有了此证据后 兄弟二人直奔昨夜汉子落脚的院子 到了院子前 见汉子正在院中给一个老妇人梳头 老妇人似有重病 面色蜡黄 而汉子则面带笑容 逗着妇人开心 兄弟二人对室后 没有直接进去 一直等汉子将妇人抱进屋中 再次出门时 他们两个一拥而上 一左一右夹着汉子 将他带离了此处 汉子似乎知道张庆兄弟因何而来 所以一路沉默不渝 一直到了衙门中 将被关押了两个月的李孟林带出 他一眼便认了出来 此人就是那天冒充郑韵儿堂歌之人 正是他将自己叫了出去 并且带到了大宅外面 这才是自己蒙上了偷窃之名 没错 汉子就是孟宝 事到如今 他也无法再抵赖 只好一五一十说出事情 李孟林听得目瞪口呆 谨慎起谢 张庆兄弟又去了郑韵儿家 带丈夫过来 他也认出了孟宝 盗窃事件真相大呆 孟宝闻听证 云儿要嫁给李孟林 心中恼怒的他就想出了这个贼赃陷害的主意 当天他去李孟林家中 用郑韵儿向约将李孟林骗了出来 将他带到事先采好点的大宅外后 他则悄悄藏了起来 大宅中早被他安排了几个朋友 这些人行了偷窃之事 悬故意让人家发现追出 他们将人引到李孟林处后 人们围住了李孟林 他们便又窜出来搭救 搭救时 他们故意喊李孟林哥哥 就是为了让人家以为李孟林是头领 他们就走了李孟林 并且将他送到村边后就离开 孟宝想得清楚 李孟林有口吃的毛病 且他们喊出了名字 人家一定会找过来 到时候 李孟林背上行窃之名 百口莫辩 不愁政家不反悔 政家反悔 他的机会便来了 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了下去 李孟林果然被找到 虽然他不认 但也不会被放出来 如今过去了两个月 孟宝外出跟人赌博 书记演了就将偷来之物压了上去 可输了之后他又反悔了 他怕此藏物露面会被注意 所以想要耍赖不认 可是那些赌博之人同样也都是破皮 岂能容得输了不算 由此发生了争吵和打斗 恰好张姓兄弟在一旁吃酒 这才是李孟林冤情的血 真相大白 孟宝和几个行窃之人 皆都被抓 受了两个月无望之灾的李孟林 也被放了出来 事情已经明了 证明了李孟林并不是贼 那政家的反悔就无从谈起 所以 政家又同意下来 媒婆也趁热打铁在中间跑动 最终成就了这桩姻缘 李孟林还是迎娶了政缘 李孟林经此大灾 如今大婚得逞 只想永远不再提起孟宝等人 但事情根本不由他 婚后第三天 便有人找上门来 来者是一个老妇人 拖着病体 求李孟林能够原谅儿子 此妇人是孟宝之母 重病缠身 妇人说儿子性子不好 但却是个孝子 做出此等事 冤枉陷害李孟林 他来替儿子赔不是 求原谅 李孟林看着这个妇人 大为不仁 这孟宝虽然性子无赖 却是个孝子 而且他对政孕儿 确实有过救命之恩 自己怎么能对一个老妇人 恶于相向 所以 他好言劝慰妇人 将她送回家中后 越想越是不忍 由此做出了一个决定 此决定震惊了父母和正孕儿 他要帮孟宝之母看病 按照他所说 孟宝对正孕儿 有救命之恩 假如没有他当年拦住金驴 说不定就没有自己和正孕儿的姻缘 此番给老妇人看病 就当是含了孟宝之恩 父母和正孕儿大礼之时 李孟林开始为孟宝母亲寻找郎中 三 心不忍孟林行善 危机时 孟宝舍命 孟宝母亲之病 乃多年沉寂 岂能轻易看好 无非就是用些药僵养 这些费用 李孟林全出 妇人受到此照顾 身体也渐渐好转 但妇人之前 只望儿子养活 如今儿子被投奸 谁来养活他 李孟林还是心中不忍 最时常带着东西接济 其行为被人称道 妇人儿子用债赃陷害的方法对李孟林 事情败露后 李孟林反倒来照顾妇人 所作所为 让人叹夫 妇人更是对李孟林感激莫名 常常说儿子瞎了眼 才会对李孟林行其恶事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两年 婚后和李孟林万般般爱的正孕 而产下一子 已经半岁 眼见天气入冬 李孟林带着几件后腐 和一些吃的东西去孟宝家 他担心孟宝母亲会受不住寒冷 不料到了后 金剑孟宝竟然在家中 孟宝在监牢中两年 此时已被放出 他看到李孟林突然出现在家中 不由得两眼圆争 咬牙切齿 他对李孟林有着刻骨的仇恨 好小子 正欲找你 你却送上门来了 今天就让你死在此处 他说完 就向李孟林身边走 李孟林吓得连连后退 孟宝是风驴 都有相扶的人 他力大无穷 一只手都能打得 李孟林找不着北 闭嘴 住手 你给我停下 妇人突然开口 责骂儿子 孟宝不明 所以然看向母亲 妇人眼中泛起泪花 你两年不在家中 你倒是谁帮娘亲看病 又是谁照顾娘亲 全都是孟林 你对她做了什么 你救过正人 对人家动心 可人家并不愿意 可你呢 竟因此生出怨恨 用偷窃去诬陷孟林 事情败露后 自己折了进去了 还因此恼怒怀恨 你做坏事在先 又怎么能恼怒别人 他不是你的仇人 而是你的恩人 是我们家的恩人 没有此事 你不知道 还会闯出多少祸 听了娘的话 孟宝目瞪口呆 任她想破脑袋 也不会明白 李孟林为何要在自己 不在家世照顾母亲 李孟林此失口吃略好 男男说道 你虽作恶 跟你娘却无关 她一个妇人 孤苦伶仃 莫人照顾 我只是 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 至于以前的事 一笔勾销可好 孟宝脸色一连变了几次 看着母亲微胖的脸 在想想自己在家时 母亲天天痛苦不堪 看看李孟林手中所带之物 竟比自己在家时 让母亲吃得还好 她低头 在抬起时 对着李孟林扑通跪了下去 吓得李孟林不知所措 孟宝今日方知 什么叫善良 你对我娘好 那便是我的恩人 以前是我不对 我向你赔不是 她说完 便向地上磕头 李孟林赶紧过去拉起 一场恩怨 就此化解 孟宝对她除了感激 还是感激 一番交谈后 李孟林回转家中 孟宝看着她的背影 脸上献出凝重表情 思索良久后 出门而去 回到家里后 李孟林将今天发生的事 告诉了妻子 郑日儿也松了一口气 她对孟宝此人的感觉是复杂的 首先 孟宝救过她 这让她感激 但竟因此 要以身相许的话 她却不能答应 孟宝由此生恨 竟想出歹毒的主意 虽然后来真相大败 孟宝众人也因此投奸 但她并没有因此放松下来 这两年的时间 她一直都在担心 担心孟宝被放出后 和她那帮朋友会对 家人不利 在她心中 那可是帮亡命之徒 真要耍起横来 自己家怕是会到眉头顶 老话说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一直被这摩蚁帮人恨着 她能不担心吗 此时突然听官人说 已经化解了恩怨 她一直悬着的心 就此放下 李孟林和郑日儿 都以为此事到了现在 方才算真正完结 以后也不会再有祸事 不过 他们显然低估了 这件事的严重性 也低估了 恨在一个人心中 发酵后 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 当夜 三更十分 院子中突然跳进几个黑衣人 他们一个各手持利刃 目露凶光 窃窃私语了几句后 向李孟林和郑日儿的房间摸去 上没到门口 就听房顶上 传出一声爆喝 接着便跳下一人 拦在了这些人面前 他的喊声 惊动了 屋中的李孟林和郑日儿 同时也惊动了李傅和陈氏 大家起床 这才发现家中进了贼人 看贼人手持利刃 显然不是为了涂菜而来 这些究竟是什么人 房顶上跳下之人 揭开脸上蒙布 李孟林惊讶发现是孟宝 几个黑衣人 显然也非常吃惊 他们不解看着孟宝 其中一人历声喝道 孟宝 你这是干什么 拦住我们干石魔 他可是导致我们被投奸之人 今天兄弟们便灭了他们家 为咱们报仇 李孟林一家人 听得惊出一身冷汗 不用说 这些人都是两年前和孟宝一起行窃之人 他们还是来报复了 只是孟宝兰在前面 是什么意思 孟宝看着这些人叹了口气 两年之前 用行窃去诬陷李孟林 是我的主意 而你们都是我找来帮忙的 说起来 你们是受了我的牵连 这才有了两年之灾 现在我们都被放出 你们想过没有 一旦行凶 以后可就真没有安稳日子过了 可是 你们心中不平 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 我决定来了接这件事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他所说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要亲手结果了李孟林 事情因我而起 也应该因我结束 他说完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抽出一把刀直直刺进了自己身上 吓得李孟林一家人 尸声惊叫 几个黑衣人也愣在当场 你们行凶后肯定逃不掉 我惹出来的事 我自己来承受 听了他的话 几个黑衣人连连跺脚 二话不说 背起他离开李家 带着他寻衣而去 次日 李孟林带上钱财去了孟宝家中 孟宝受伤颇重 但因为的至极时 保住了性命 只是需要很长时间静养 李孟林将钱财留下 并且寻来好郎中 为其诊治 三月之后 孟宝痊愈 那帮人也从此 不再找李孟林麻烦 这件事才算正式了解 李孟林和郑儿双双平安 活到七十岁 儿孙满堂 无疾而终 诸位 李孟林是个平凡到极致之人 而且自身带有口吃的缺陷 这样的人在世间很常见 也很普通 可是 他身上有闪光点 他被孟宝诬陷 而陷入牢狱之灾 事情明了后 他看孟母可怜而去帮助 完全没记孟宝之恶 他之所谓并不是蠢 而是善良 他认为 不管怎么说 孟宝救过自己妻子 没有那次相救 就没有自己后面的姻缘 而且孟宝之恶 和母亲无关 妇人无依无靠 莫人帮助会失去性命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出手相助 是十足的君子所谓 君子不念旧恶 李孟宁并没有因为孟宝所谓 而迁怒于他的母亲 佩德上君子二字 孟宝之前是个无赖 但不能说没有优点 如果只是个泼皮无赖 他也不会出手蓝鲸驴 救郑运儿 他还是有着良善之心 被投奸后 他一定满腹怨恨 但出来后 得知自己不在世 李孟林一直照顾母亲 他被感动 并且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他拦住了那帮报复之人 帮李家躲过灾祸 为此不惜自己伤了自己 这才将事情了解 如果李孟林是个普通平凡的君子 那么孟宝就是个幡然悔悟的君子 人作恶后 难得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病加上纠正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借宿 妇人热情招待 离开时他偷偷放出一条蛇 明朝末年 京城一带有个姓周的财主 周老爷家财万贯 荣华富贵 享知不尽 却整天为子嗣一事发愁 夫人王氏很贤惠 给周老爷物色了好鸡鸣貌美的小妾 然而 一年过去了 小妾的肚子仍然不见动静 可把夫妇俩给挤坏了 有个算命先生给周老爷看了面相 说他惠子孙满堂 周老爷见算命先生气质不凡 一副先锋倒鼓模样 心里一喜 连忙把他请进屋 高人 还望您支点一二 周老爷叫管家拿来了不少银子 躬身行礼道 算命先生皱着眉头 沉思一番后还是答应了 不过算命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要在周家住上一个月 周老爷毫不犹豫答应了 夜里 夫人王氏一脸担忧道 老爷 切身看得算命先生神情有些不对 一直盯着妹妹们看 恐怕不是什么好人 周老爷笑道 夫人 你多虑了 大师是世外高人 早已不失人间烟火 怎么会有凡尘之心 王氏听到这话不再言语 他知道老爷求子心切 一时间迷失了心志 怎么劝都无果 算命先生在周家住下后 每天都会给周老爷和鸡尾小妾 端来一碗药汤 周老爷喝下药汤后感觉神清气爽 对算命先生的话深信不疑 一个月后 算命先生离开了周家 果然 算命先生才走半个月 有个姓孙的小妾就怀上了 周老爷高兴不已 几天后 他夫人王氏也怀上了 双喜临门 可把周老爷给乐坏了 十个月后 孙氏先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几天后 王氏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按照规矩 王氏虽然比孙氏后生 但他是正氏 生的儿子自然是嫡肠子 而孙氏的儿子 只能算是数初 周老爷给嫡肠子取名周人 数子取名周星 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 周老爷心情大好 周家处处充满着欢笑 然而 好景不长 王氏分娩时 因为失血过多 他身体一直不好 多方求医无果 在儿子九岁那年 王氏去世了 周老爷悲痛不已 王氏虽不是大家闺秀 他直书达理 温柔贤惠 是周老爷的贤内助 这些年 周老爷在生意上顺风顺水 至少有他妻子一半的功劳 至少有他妻子一半的功劳 妻子去世后 周老爷让孙氏照看嫡肠子周人 年少时的周人体弱多病 比哥哥周星矮了大半截 没有母亲疼爱的他特别懂事 知道自己虽然是嫡肠子 但是爹地已经年老 如今孙氏掌权 他没有靠山 为了烧热事 他行事低调 一直谨言慎行 几年后 周人和周星都是风度翩翩的公子 尤其是周人 虽然身材鲜瘦 可气质不凡 很多大户人家的千金 都对他有益 他哥哥周星 从小被母亲孙氏给交惯坏了 账主家里有钱有势 经常胡作非为 名声很不好 周老爷年事已高 身体很不好 尤其是近几年 经常卧病在床 他自知十日不多了 一天夜里 他悄悄把笛肠子周人叫到床前 他长叹息一声才开口道 儿啊 是跌跌错了 不该听算命先生的话 周人听了 并未表现出惊讶 这些年 他听说了不少仆人们议论自己母亲去试一试 有仆人说 是孙氏心肠歹毒 和算命先生沆瀣一气 他在王夫人的药里下毒 还有仆人说 周星和周老爷一点也不像 倒是很像那算命先生 说不定 周星是算命先生的众 听到这些留言 周人一直保持着沉默 因为他发现 仆人阿昌一直在监视自己 阿昌是孙夫人的心腹 为人很机灵 周人此举 在仆人看来 他懦弱 无畏 作为敌肠子的他 在周家毫无威严 完全被树子的哥哥给压制 殊不知 周人是为了保身 这一招 是他娘亲临终时叫他的 回到正题 周老爷说出心中愧疚后 周人连忙安慰道 爹爹 别听那些流言蜚语 您要多注意身体才是 周老爷摇摇头 而阿 爹爹时日不多了 这些年 爹爹虽然老眼昏花 可心里跟明镜似的 哪些人对周家忠心 哪些人包藏私心 爹爹都一清二楚 说完 周老爷拿出一块玉佩 和一封书信 神色凝重道 而阿 日后若是遇到困难 去找韩老爷 他和爹爹较情不浅 会出手帮你的 周人小心翼翼接了过来 连忙回道 爹爹 您就放心吧 还是记住了 几天后 周老爷去世了 周家一片哀鸣 周人作为敌肠子 他在管家和孙夫人的帮助下 主持了爹爹的丧事 给爹爹办完丧事后 他继承了周家财产 正是接受周家生意上的事 然而 才没过半个月 一天夜里 周人突然失踪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周家不能没有主心骨 很快 周心成了周家之主 那些曾经对周家忠心耿耿的仆人 都被孙夫人母子俩给打发走 不知不觉 过去了纪念时间 京城郊区的一座天桥下 住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乞丐 乞丐衣衫蓝绿 整天呼呼睡大觉 饿了就去外面讨吃的 吃饱后又回来继续睡觉 一天 乞丐饿了 他在附近逛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有吃的 可肚子饿得实在是不行 他值得进山去摘些野果 来到山林入口 突然前方传来女子的求救声 乞丐连忙寻生跑了过去 原来是一个女子正被几个无赖调戏 那几个无赖小乞丐认识 仗着身强力壮 平时没少欺压百姓 住手 乞丐大声喊道 小混混听到喊声的一愣 寻生望去 发现是一个瘦小的乞丐 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识相的赶紧滚开 别惹恼了大爷 卫手的混混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乞丐并不惧怕 你们胆子不小 光天化日之下之下 竟然敢吊戏女子 女子听到这话 对乞丐投来感激的目光 不过很快 他就冲着乞丐摇头 示意乞丐赶紧走开 然而 乞丐对女子的失忆假装不见 相反 他还慢慢的走了过去 汉子献了冷哼一声 其中一个瘦高小混混露起衣袖 准备要对乞丐动手 乞丐突然踢出一叫 瘦高小混混 猝不及防 竟然被踢倒在地 汉子怒了 飞起一脚 就猛踢而来 乞丐一个侧身 就巧妙躲过 接着他手如闪电 抓住汉子的胳膊一扯 汉子被重重的摔倒在地 其他几个小混混 现乞丐身手不错 立马放开了女子 把她给包围起来 乞丐并不惧怕 依靠灵活的身形 几个回合 就把小混混给收拾了 汉子梦了 没想到毫不起眼的乞丐 竟然是扫地僧 指得咬牙脚众人扯 多谢壮士相救 刚刚那一幕也让女子傻眼了 想不到乞丐的功夫如此了的 还过身后 他对乞丐言邪不已 乞丐摆摆手 憨厚地笑了笑 姑娘 最近不太平 以后还是别一个人跑出来 说完 乞丐剧烈地咳嗽 女子连忙递过来一块帕子 乞丐犹豫后 还是接过来 不经意间 她发现自己的痰有血 脸上露出了复杂神色 女子很聪明 一眼就看出了乞丐不对劲 她连忙开口道 赶紧把手伸出来 乞丐不解 女子解释道 壮士 小女子出身医学是家 或许能帮你看看 这 乞丐自然知道 男女瘦瘦不轻 谁知 女子很执着 一把就把她的手抓过来 给乞丐把过脉后 女子神色凝重了几分 良久才开口道 壮士 你中了毒 赶紧跟小女子来 不一会儿 乞丐跟随女子来到里间茅屋 女子告诉乞丐 她叫林雪儿 从小和师父相依为命 师父进山采药去了 要过几天才回来 她准备去镇上买些药 结果被小混混给盯上了 林雪儿给乞丐熬了药 要乞丐服下 然而乞丐却笑道 姑娘 你的好意 周某心领了 只是周某是将死之人 服了药又如何 听到这话 女子不禁眉目微微跳动 她刚刚给乞丐把脉 发现乞丐确实时日不多了 不过 林雪儿相信师父会有办法的 不等女子开口 乞丐已经大步离去了 林雪儿放心不下 悄悄跟在乞丐身后 乞丐在林中摘了些野果 吃饱后继续来到天桥睡觉 等醒来时 发现身旁放着几个馒头 乞丐饿坏了 拿起馒头就大口吃了起来 死后几天 她一睡觉醒来 就能吃到香喷喷的馒头 乞丐很好奇 到底是谁好心施舍的 她偷偷假装睡着 不一会儿 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走来 原来 馒头是林雪儿给的 林雪儿很聪明 看出来乞丐在假睡 她笑了笑 壮士 你身上的毒已经解了大半 相信药剥了多久 就能恢复健康 乞丐听了一愣 连忙站起身 内心却满满都是疑惑 因为她根本没有吃什么解药 林雪儿解释 说馒头里放了她师父配制的解药 说完 她望向乞丐时 美眸中闪过一丝柔情 乞丐现了 心神闪过一丝异样 不久后 乞丐果然感觉身体好了很多 她开始敞开心扉 主动和林雪儿说话 渐渐的 二人心生感情 原来 乞丐正是周人 五年前 她被孙夫人下毒 陷入昏迷 后来被老乞丐给救起 老乞丐说的时日不多了 周人对生活绝望 便整天在天桥下呼呼大睡 遇到林雪儿 让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林雪儿带周人去拜见了她师父林老汉 林老汉是一位隐士高人 医术高超 得知周人的悲惨遭遇后 她微微叹息一声 劝周人一定要振作起来 不久后 周人的读解的差不多了 她决定带着爹爹给的玉佩去寒家 林雪儿放心不下 要随她一同前往 但是周人说什么也不答应 当年她已经足够小心谨慎 还是中了后娘的圈套 她不想让林雪儿受连累 来到韩家 韩老爷热情招待了她 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 韩老爷紧握拳头 先知你放心 老夫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重新夺回家主之位 周人对韩老爷感激不已 当天晚上 周人在韩家住下了 韩老爷叫夫人皇室 热情招待了周人 皇室是韩老爷那的小妾 貌美如花 她扭动着腰枝 亲自己周人布置了房间 还端来吃的 周人吃饱后 皇室笑吟吟说她 是韩老爷的贵客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周人公深行礼 说自己不需要了 皇室离开时 偷偷放出一条蛇 周人浑然不知 当她睡着时 屋内突然住了火 周人立马醒了过来 猛的发现一条蛇急速溜走 那蛇她认识 是一条毒蛇 漠然间 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周公子 赶紧走 有人要害你 声音很熟悉 周人大吃一惊 林树 原来 林雪儿放心不下 叫师父更在她身后 林老汉回清宫 偷偷潜伏在韩家 周人连忙跟着林老汉 翻墙出了韩家 林老汉和她解释 那皇室和孙夫人是一伙的 如今 孙夫人得知她还活着 正千方百计要找她 周人对林老汉感激不已 躲过这一劫 她娶了林雪儿为妻 不久后 在林老汉的帮助下 周人又一次来到了韩家 韩老爷得知 小妾皇室要害她后大怒 最终 周人在韩老爷的帮助下 重新夺回家主位置 周人对妻子林雪儿很是疼爱 世林老汉未养父 她终生为纳妾 周人重新夺回家主之位后 周家健健回到正轨 在林雪儿的悉心照料下 周人的健康逐渐恢复 并重新掌控了家族的生意 周人一直谨守着母亲林中的教诲 对内以仁义至家 对外以诚信经营 由于她的谦虚与政治 周家的商业版图日益壮大 并与许多名门望族 建立了深厚的交警 然而 这一切的背后 周人始终对孙时母子的阴谋 保持警惕 自从她夺回家主的位置后 孙氏表面上恭顺 但周人心知 她并未真正死心 特别是周星 从小被浇灌 恃宠而骄 虽然对周人表面上尊敬 但内心不甘失去曾经的优势和权力 暗中多次试图重新掌握家族的控制权 某日 周星悄悄找到了一位游历四方的邪道师傅 打算以邪术博取周人的生命 这位邪道师傅擅长施用诅咒 声称能够让周人在无声无息间丧命 周星听后大喜便在一个夜晚将师傅秘密带回家中 悄悄对周人施下诅咒 然而周人在林老汉的教导下 早已习得了一些依离与自保之术 对周星的阴谋早有防备 林老汉虽然隐居山岭 确实客观注着周家的动态 他很快察觉到了这股异常的气息 某夜 林老汉暗中潜入周家 查探周星和邪道师傅的动静 果然发现他们正在密谋对付周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林老汉悄悄回到山中 连夜配置离道谢独服与护身服 并托人将其送到周人手中 当夜周人感觉到身体异常沉重 死之无力 他立刻意识到可能中了诅咒 便按照林老汉之前教给他的办法 将解独服贴在身上 并念诵护身咒语 果然 随着咒语的念诵 他感觉到体内内股沉重的压力 逐渐消散 次日 周人找到周星 表面上对他依旧恭敬 假装对其无意中察觉的阴谋 一无所知 为了保全家族和睦 周人决定暂且隐忍 不直接揭露周星的恶行 而是悄悄设计了一个计策 几天后 周人借故召集了各路亲朋好友 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上 他特意邀请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名士 乡绅以及朝中重臣 让他们一同见证周家家主之位的合法继承权 在众人的见证下 周人政策宣布 将周家的所有财产和家业明确地传给狄长子 并公开告诫族中所有人 要以仁义至家 不可因私心恼事 周星见大势已去 深感后悔 当晚跪在周人面前恳求宽恕 周人虽然对周星的所作所为 心中有怒 但念及手足之情 最终决定给周星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没有揭露周星与邪道师父勾结之事 只是淡淡地警告他 兄弟 你我同位周家子孙 应该以家族兴旺为重 若你在心怀不轨 便休怪我不念兄弟之情 自此 周星终于心生畏惧 再也不敢腥风作浪 孙氏见儿子再无出头之日 心灰意冷 最终病逝 周人对孙氏的葬礼依旧尽礼数 并不因过去的恩怨而怠慢 几年后 周人与林雪儿 遇有两子一女 儿女们聪明伶俐 周家一派祥和之气 而周人与林雪儿的感情也越发深厚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恩爱有加 林雪儿不仅是贤内主 也是周家儿女的掩师 在她的教育下 周家子四街谦逊有礼 受到众人的称赞 最终 周人的名声传遍京城 被人称为 仁义之家的典范 周家在她的带领下 不仅在商界立足 还成为地方上著名的望族 受人尊敬 而林老汉子成为了周家的座上宾 享受天伦之乐 周人感念林老汉的救命之恩 待她如亲父般敬重 每年都会亲自陪同林老汉回山祭拜仙人 故事的最后 周人站在自家大门前 看着天边的夕阳 心中感慨万千 她知道 尽管曾经历过无数波折 但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她不禁回想起母亲临终前的教诲 以仁义之家 方得长久 这句话 将成为她一生的座右鸣 并代代传承下去 至此 周家故事终成传奇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